这国外长访华 尤其引发西方媒体关注 四个东盟国家印尼 泰国 菲律宾 缅甸的外交部长于3月31日至4月3日分别访问中国 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 但在俄乌冲突继续的背景下 乌克兰局势被认为是各方军可能谈及的内容 据中国外交部4月1日发布的消息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前一天在安徽屯西同印尼外长伟特诺举行会谈 除了双边和中国与东盟关系 双方还就乌克兰局势等问题交换了递件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3月31日表示 他计划近期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因为他担心俄乌冲突可能会蔓延到菲律宾 伊尼市20国集团2022年轮值主席国 俄乌冲突爆发后 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领导人宣称 不想在20国集团会议上见到俄罗斯总统普京 试图将俄罗斯排除出今年年底的会议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 美西方的这一要求遭到中国 巴西等国的反对 东道主伊尼则表明要保持中立 据中国外交部消息 王毅3月31日 同伊尼外长伟特诺举行会谈 双方同意加强在20国集团中的协调配合 王毅表示 中方坚定支持伊尼办好20国集团巴黎岛峰会 强调20国集团 应聚焦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不应被政治化 各成员地位平等 谁也没有权利分裂20国集团 据泰国国家报一日报道 泰国副总理兼外长敦 当天抵达中国安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泰国政府表示 此次访问旨在加强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加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合作 报道称 俄乌冲突爆发后 泰国采取了中立的立场 谴责战争 但拒绝指责重要贸易伙伴俄罗斯 泰国的立场几乎代表了所有东盟国家 据菲律宾星报一日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3月31日表示 因为担心菲律宾被卷入俄乌冲突 他计划近期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他说 如果乌克兰危机升级为核战争 将会出现严重麻烦 如果发生全面战争 菲律宾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这里有美国人 他此言的背景是 菲律宾和美国签署有共同防御条约 该条约规定如果菲律宾或美国受到袭击 两国应相互支持 杜特尔克称 美国人已经在这里了 我们不能要求他们离开 他补充说 我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我只是不想让战争进入我的国家 我永远不会让菲律宾武装部队和士兵参加 缅甸外长温纳茂文访华 尤其引发西方媒体关注 法新社一日评论称 这对被孤立的缅甸军政府来说 是一次罕见的出访机会 据中国外交部消息 一日 王毅在安徽屯息会见温纳茂文 温纳茂文对当前国际局势巨变 加重缅经济困难深感担忧 王毅表示 中方愿同免加强协调 助免克服困难 强调因共同应对乌克兰危机的负面外衣效应 共同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四个东盟国家的外长同期访华 让美国媒体想起流产的美国 东盟特别峰会 美国政府2月底宣布 在3月28日至29日举行美国 东盟特别峰会 但因为东盟多国领导人 不方便在这个时间出席 会议被无限期推迟 美国政治网站3月31日发文称 在短时间内召集外交部长 比召集国家元首更容易 但北京有能力完成拜登政府做不到的事 在国际外交重点关注 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的时刻 召开东盟高级官员会议 凸显了美国在建立区域支持 以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方面面临的挑战 但美国并未放弃离间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企图 美国和菲律宾正在举行自2015年来规模最大 近9000人参与了兼并兼年度军演 据菲律宾星报一日报道 美国国务院参赞 国务卿布林肯的高级政策顾问德里克乔维特 近日访问菲律宾 越南等国 在与记者的圆桌讨论中 他将南海描述为印太战略竞争的归零地 鼓动菲律宾和美国必须协调应对中国 对中国人参与了